第一时间 关时事 解决事 大家好 我是远轩 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 是美国空军与独立机构一同进行的战争推演显示 具有高度自制性 相对成本较低的网络化无论机群 产生了巨大价值 特别是在模拟抵抗中共入侵台湾的场景下 他们甚至起着决定性的因素 最近前国防部部长助理 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事务和防务研究员奥赫曼克 讨论无人机平台在与台湾海峡危机有关的战争推演当中 显示的重要性 美国空军作战集成能力办公室 与兰德公司合作进行了研究 其中使用小型无人机群和其他无人驾驶平台概念被披露出来 奥赫曼克在介绍时说 他们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很高 也给美国和盟友部队带来严重的时间压力 可能只有一周到十天的时间来击败这次入侵 中共军队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在继续其反介入和区域拒绝能力 就是用来针对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 包括多样化的反卫星武器 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库 用于破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基地各种天机资产等 奥赫曼克说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我们的部队不仅需要获得空中优势 而且需要实际进入有争议的战斗空间 找到敌人及其作战中心 包括运送两栖部队穿越海峡的数百艘船 和运送轻型步兵穿越海峡的运输机 中共有可能在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 这与西方部队在后冷战时代的行动理念非常不同 这些年来 美国探索潜在的两岸危机情景的军演 保守的说 结果不乐观 但兰德公司和空军合作进行的模拟 表明大量相对较小和廉价配置的无人机 能使用分布式数据共享网络 而完全自主的机群运行 是击败共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由鉴于此 兰德公司设想了不同的情况 比如在台湾和台海有1000架无人机 以高压因素飞行冲在前面 其雷达截面与F35的没有区别 并执行战场感知任务 而后面则是有人驾驶的飞机 这种情况下 中共的红旗S300和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操作员 在雷达屏幕上看到的是大量满屏的危险来袭目标 根本打不过来 接着这些无人机传感器会找到目标 直接攻击或引导后面的无人机去攻击目标 也就是说飞行员不需要打开雷达 这对飞机的生存力有巨大的优势 奥赫曼克还描述了自主无人机群 进入战区后的情景 他们之间可以说是在交谈 当看到有兴趣的东西 像一艘055驱逐舰 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 网络系统会从多个角度获得目标信息 也会分享准确描述目标的数据 随后出场的就是携带武器的无人机 系统将告诉武器说 目标就是这艘军舰 而且还会帮助武器打到目标身上某个具体位置 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杀伤力 有人会问 那么谁来控制这些数以百计的无人机呢 奥赫曼克说是人工智慧 鉴于目前的计算水平 系统能实现自己智慧控制 另外遥控成百上千无人机 将涉及电磁波浦环境 兰德公司研究了各种情况后得到结论 在5G以上的频段 只要无人机之间距离不超过10公里 即使干扰非常密集 也不能阻止通信 就连低功率无限电也可维持军用水平的连接 总之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自主无人机群 拥有改变游戏规则的巨大潜力 好 我认为中共无时无刻不再肖想攻台 就算内外交迫 风雨飘摇 也依然坚持这个目标 国军的第一个杀手舰就是飞弹 我举一个运动场景当例子 中共若打台湾时 犹如赤壁之战的场景 当然国军不会派人去给中共舰船放火 何况也很难烧起来 所以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做法 那就是精准打击的反舰飞弹 当然国军还有可以打到北京 实施源头打击的云风飞弹等 这些都是国军极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方案之一 同时也是美国强调的方向 那么国军另一个杀手舰 便是前文提到的无人机了 之前台湾专家与军方人士分析 无人机就像幽灵漂浮在高空 并四级攻击 加上雷达的截面级小与噪音低 若才风群战术 各国仍无法有效反制 台湾研发技术之余 更应该发展反制措施 由于台湾对美军采购四架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 专家对此指 民主阵营均使用同机型 背后以为情报交流 且能精准打击 绝非缴交保护费 且能与国造大型腾云无人机搭配 创造战场的战略战术优势 将给予中共压力 我强调 反舰飞弹和无人机 都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实证过的 对敌非常有效果 因此中共若真的打台湾 多少饺子只战舰 多少无辜中国人会沉默 那就只能到时见真章了 好 刚才讲的是第一个话题 接下来要谈的是 中国31省已逾20个爆发疫情 也因为多地高温热浪 所以近日社交平台上 不断传出穿着不透气 防护服的大白中暑 这让中共的清零长城 可以说是遭受重创 先讲疫情扩散方面 中共官媒健康时报官网 17号报道 31省市已逾20个爆发本土的疫情 中共卫健委官网 18号上午也通报 17日新增确诊167例 并且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31例 中共当局赤资巨额投入核酸检测 预估一年将耗费人民币1兆4500亿元 约这和新台币6兆元 但是大洒币筑记的清零防疫长城 至今仍无法挡住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来袭 再来讲大白中暑的情况 网传一则视频中 两名大白无力的坐在室外输英下的长椅上 旁边有人用扇子给扇风 一位女士说 两个中暑了 另一则视频中 14日 南昌县医院急诊科大夫 正在抢救一名躺在床上 身体不停颤抖的女子 文字显示 核酸检测现场的一名医护人员突然晕倒 抢救半小时脱离危险 当天温度高达38摄氏度 还有15日一则推文 疑似杭州大白志愿者集体中暑中 有聊天记录显示 进了抢救室 昏迷15分钟后 被哭声吵醒 医生过来告诉我 我的两个室友因为中暑死掉了 当时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从5点半到10点半 我的房间进了4个病友 那4个都去了西天 不过 最让大白们悲催的是 16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团队 在华山感染公众号提示 在炎热的环境中 从事普通人群采养工作 近距离接触时 于N95口罩的基础上 戴面瓶防护 不该再鼓励或规定 必须穿着大白 以公开资料显示 所谓的热射病 就是重重重熟 是由于暴露在高温和高湿环境中的身体 产热大于散热 致使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于40度 同时伴有皮肤灼热 一时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 死亡率极高 好 我想这次又再次证明 中共的清零政策绝对不科学 是政治正确 劳民伤财 中共清的根本不是疫情 反而是经济与民心 不过没办法 有即将被称为领袖的总加速师在 韭菜们得多包含了 至于大白中暑 我想很多人可能大呼爽快 毕竟大白衍生的次生灾害 奇之异章 比如中国澎湃新闻18号报道 广东广州市立湾区防疫人员 以筛查为理由 竟撬开门锁并擅闯 因染疫被隔离而不在家的病患住处 估计总共84户 遭到违反人权的对待 我做个总结 我在节目中讲到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 且自主无人机群将成为国军另一杀手舰的消息 并分析飞弹和无人机将是台湾对付共军的主要武器 另外啊 我还提及中共于20省市爆发疫情 与大白中暑频发的新闻 并认为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真是太辛苦了 好 今天就说到这 看见各位订阅分享和点赞 您的支持就是我做好节目的最大动力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发表高见 第一时间时评在先 我们下次再见